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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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台北 全台最大跨年廠就在台北 如今本土增加盈利 防疫得升級 該如何因應 按照料反而進去準備 但是 我可能前一天就被你講了不犯 如果跨年晚會照常舉行 疫情指揮中心設下五大原則 包括實秘制 量體溫 戴口罩 不能進食 最佳簡易隔離 自主健康管理的人 通通禁止參加 然而管制如何落實 舞台搭在市府正前方 周邊主要道路 包含仁愛路 松秀路 松志路 及松高路 北市府可能會限制出入口 全部參加者都要實名制掃QR Code 所有周邊攤商也全部取消 我們也設了一些天網 我們會查得到 以往跨年周邊超商被獲增加5到10倍 今年因應疫情只能喝水 如果有人在場內飲食或是不戴口罩 現場由衛生局跟警方巡邏規勸 如果講不停 警方立刻開罰3千到1萬5千元 台灣爆發本土案例 中央地方繃緊神經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開第一槍 夜旦城不再受理攤販申請 也不再舉辦大型集會 至於市府尾牙是否要取消 由各局處進行評估 畢竟疫情當前誰都不能心存僥倖 才是小哥的港重劇SN小組 新北台北 這款報導